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 工作事业各方面条件都比自己优秀 男人心下自卑 居然想尽办法试图将女友从高处拉下来 某天阿明参加好兄弟的婚礼 私下里好哥们提醒阿明 结婚会令男女双方变得现实 劝阿明婚前一定要找公司做足咨询 恰好阿明发现一张名片 对方是做婚姻咨询的专业人士 鬼使神差下阿明来到该婚资公司 公司摆着一幅隐者的画作 隐者是在幽暗的世间寻求会根之人 象征着对自我与命运的开示 咨询公司的女人给阿明分析了其恋情现状 阿明三世好几了 还是一名普通的职员 但其女友不仅年轻漂亮 还任职于国企金融公司 显然无论是外貌年龄还是学历职业等等 女友都是婚恋市场上受欢迎的类型 相较之下 阿明反而属于样样都不出众的普通人 女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等级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会随着金钱 地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所谓门不当户不对 现如今的阿明赔不上女友的等级 阿明将信将疑 事后故意向女友提起结婚一事 正如女人所料 女友听后将话题转移到婚房上 让阿明劝其父亲卖掉乡下的房子好买婚房 对朋友在高级社区买了房子知识十分羡慕 阿明转而提出安排双方父母见面知识 又被女人料中 女友非但不急着定下具体的婚期 反而话里话外艳线朋友不办正 自由恋爱的日子 阿明记得很清楚 当初找到工作之前 女友明明急着结婚 和现在的态度大相径庭 显然对于配不上自己的阿明 女友有所动摇 这下阿明彻底相信 女人关于等级的说法 并再次前往询问 女人打包票 一定会让阿明和女友手牵手 步入婚姻殿堂 从咨询公司回来后 阿明偷偷拷贝了女友的手机数据 结果看到聊天记录里 朋友劝女友擦亮眼睛 照个比阿明条件好的 女友也叮嘱朋友帮忙留心 和自己相配的更好人选 意识到危机 阿明试图在婚前将生米煮成熟饭 女友却强烈拒绝 女友这边 似乎也开始和更优秀的男性 眉来眼去 目睹这一幕 阿明吃醋生气 情侣二人大吵一架 第二天一早 阿明连发消息道歉 女友的回复却显得敷衍 还说自己今晚要和女同事聚餐 阿明不信 下班后悄悄跟踪 一看果然 女友正和公司里的优秀男同事 单独在一起 目睹女友进了男同事家中 彻夜未归 阿明心里清楚 自己被戴了绿帽 和等级更高的男性一夜激情后 女友对结婚仪式 愈发动摇 朋友也劝女友 凭她的条件 完全可以找到 比阿明条件好得多的男人 正好外遇的男同事发来消息 约女友登山 对方年薪优渥 还是美极寒意 短暂的犹豫后 女友答应前往 登山时 女友暗示对方 自己正在考虑和男友的关系 对方听懂显外之音 信誓旦旦承诺自己的真心 女友也答应会尽快和阿明分手 确认彼此的心意后 两人在山上拍照 忽然间 女友摔倒 即将坠崖 男人看似抓住 即将下坠的女友 实则悄悄松手 待女友坠崖后露出阴险的笑 因坠崖受伤 女友余生将在轮椅上度过 原本令人称陷的工作 也可想而知 咨询公司的女人告诉阿明 女友的等级已经降低 低于阿明 失去一切后 会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女友坦白出轨 求阿明原谅 阿明非但没有责怪 反而拥抱与接纳的女友 现在的她 总算能在女友面前扬眉吐气 不久后 阿明升职 毅然将桌上的女友照片扔掉 对女友的看望与照顾 也开始减少 同时 公司里有女员工开始勾引阿明 阿明来者不惧 与女员工夜夜缠绵 女友发现婚姿公司的名片 并来此询问 女人声称 婚恋关系中 如果无法提升自己的等级 那便降低对方的 答应会将阿明变为和女友同一等级 夜晚 阿明正和女员工交欢 怎料对方忽然刺伤阿明的眼睛 失去一只眼睛后 阿明和女友一样 成了半个残疾人 现在他们终于成了同一等级 如同女人所料 阿明重新回到女友身边 两人不久后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阿明尚且不知 象征智慧的引者 其逆味含义是贪婪 网红森子正在直播买车 洗提新车后 森子在车内发现塔罗牌 排面为战车 意为前进与胜利 森子很高兴 相信自己的直播事业定能一炮而红 晚上 森子与直播间的某位粉丝相约 私下见面 对方信以为真 以为森子答应和自己玩一夜情 但其实 森子此刻正和助手一起躲在暗处 计划将男人做龌龊之事的画面 录入直播镜头 为吸引流量 森子故意发消息给对方 已由男人在室外做出不雅的行为 不远处 森子一边偷笑 一边和助手悄悄拍下这惊喜的一幕 事后 视频遭到平台下架 森子将气撒在助手身上 两人不欢而散 没了助手 森子仍然沉浸在直播稿前中 晚上的直播中 森子正在炫耀新买的名牌包包 此时又一位粉丝打来电话 和之前一样 森子假意约对方在酒店见面 深夜 森子一边开直播 一边前往酒店房间 房间一片漆黑 隐约可见浴缸里坐着一个 皮头散发的女人 森子走近 不料女人的头镜离奇断裂 森子惊恐大叫 然而仔细一看 地上的只是个假人头 浴缸里的只是个塑胶人偶 森子转而大笑 事实上房间里的一切 是他一早安排好的 此外 森子还在房间四处都装上了摄像头 就等着拍下男人出酒的画面 将假头插回后 森子躲到酒店外 将镜头对准前来赴约的男子 见男人长相普通 身材肥胖 森子在直播中各种口吐莲花 进入房间后 胖子以为浴缸里躺着的便是森子 正要走近做云语之事 结果不慎碰掉塑胶模特的头部 当场 胖子吓得直喊妈 那边 森子在直播中拼命憋笑 发现眼前一幕只是森子的恶作剧后 胖子气急败坏 森子却高兴极了 带男人走后 还在直播间公开了对方的用户名 森子自以为将男人拿捏得死死的 怎料回家路上看到 胖子居然也开了直播 直播中 胖子喜滋滋的扬言自己是森子的铁杆粉丝 知道路上正在堵车 森子虽然买了车却不会开 因而眼下 趁森子堵在路上 胖子计划潜入森子家中以做报复 森子急了赶忙报警 同时冲下出租赶回家中 警方仔细找了一圈 却连半个人影都没发现 森子认定 胖子一定是在故意吓自己 今晚森子直播的同时 胖子也在直播 一看胖子的频道订阅人数才两个 森子健壮又是满脸鄙夷 在粉丝面前再度对胖子语出嘲讽 然而这时 森子注意到 自己桌上的物品位置似乎有所移动 想到这里 在看直播间里 胖子无嘴偷笑的样子 森子恍然大惊 可惜尚未等森子叫出生 藏在家中的小胖 已从身后走出 片刻后 助手收到短信 森子让其来自己家中一趟 此刻 森子正坐在直播的电脑前 助手不慎踩到地上的踏板 目睹森子遇害这血腥的一幕 胖子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蹭蹭上涨 观众大呼 今晚的直播太过瘾 相约要效仿胖子 要来场更精彩的杀人直播 当然 森子不会知道 象征胜利的战车 若是应用不当 便是挫败与崩溃 傅太太和女儿生活在高级社区 物以类聚 朋友也都是同社区的阔太太们 但最近 傅太太和一位住在出租屋的穷女人 阿英成了朋友 前些日 傅太太的女儿被社区的流浪狗咬伤 当时是阿英母女及时救人 傅太太勉为其难地和阿英做朋友 不过是为了还人情 背地里 傅太太以及同个高级社区的有钱女人 根本瞧不起阿英 逛商场买衣服时 阔太太们一出手便是当即最贵的新品 阿英买不起 傅太太便看似好心地送了一件 私下里 阔太太们议论说阿英没有眼力尽 明知衣服价钱昂贵 却还是厚着脸皮收下 为彰显自己的善良 傅太太和朋友们还会带阿英一起参加社区的聚会 聚会上的女人都住在高级社区 一眼便看出阿英的贫穷与窘迫 虽未明说 但话里话外全是鄙夷与讥笑 聊天时 阔太太们评论起阿英的女儿 扬言女孩不光成绩差 还有小偷小摸的坏习惯 豪门太太的话令阿英狼狈不堪 去公共卫生间时阿英被保安拦下 眼前的卫生间只供给高级社区的住户使用 租房的只能去商场找厕所 傅太太又一次彰显朋友的仁义 向保安表明自己的高级社区住户身份 将阿英带入卫生间 不巧的是卫生间没了空位 阿英没有憋住 当场小便失禁 身后傅太太捂着鼻子 一脸嫌弃 要不是因为欠人情 她压根不愿和穷人来往 在大人的影响下 傅太太的女儿和阿英的女儿小智 也成了朋友 一样的 两个女生的友情只是表象 年幼的傅佳女 对眼前的穷朋友 也是满眼的看不起 闲得无聊了 女孩便态度强硬地 在小智脸上画各种恐怖的妆容 气争执了 女孩又大声呵斥 要求小智离开自己家 傅佳女向妈妈抱怨 小智这位穷朋友 妈妈却说 人要想提高免疫力 偶尔也得吃些垃圾食品 这天晚上 傅佳女在房中 捡到一张塔罗牌 牌面为星星 亦为希望与憧憬 然而自那以后 家中却频发怪事 房间里不时出现恐怖的人偶 女孩每晚都能听到奇怪的声音 小智神秘兮兮地说到 傅佳女家中藏着一只女鬼 女鬼每晚都会用头撞地 女孩一看自己床下 似乎的确有到反复撞击后的痕迹 因为小智的话 傅佳女做了噩梦 梦见披头散发 倒挂着拿头撞地的女鬼 就在自己床边 小智依旧神秘 扬言自己能用仪式驱赶女鬼 仪式开始前 小智叮嘱朋友 千万不要看镜子 摆好仪式道具 神神叨叨念完咒语后 小智告诉傅佳女 女鬼来了 有任何想知道的都可以问 然而还没问完 女孩便耐不住好奇 看向镜子 而镜子则在刹那间 诡异地碎裂 一事也就此失败 几天后 傅佳女的公仔不翼而飞 怀疑是被小智偷走 小智否认 朋友却说了难听的话 认为小智和母亲阿英 都是要饭的乞丐 两个女孩为此大打出手 傅太太赶来 不问缘由 将阿英推倒 事后 傅太太找阿英谈话 问其女儿丢失的公仔 阿英表示 并未见女儿 将公仔拿回家 傅太太却冷笑一声 将心里话一股脑说出 让阿英认清自己的身份 能和自己这种 有钱人做朋友 简直是阿英 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即将被朋友抛弃 阿英慌忙示好 表示会赔偿公仔 傅太太却满脸鄙夷 嘲笑阿英买不起 讥讽对方不懂看人眼色 被好朋友鄙视 阿英委屈地掉了眼泪 傅太太却拍手称快 肆意大笑 从头到尾 她从未将阿英当作朋友 几天后 傅家女在房中找到丢失的公仔 小智奉劝朋友将公仔销毁 否则家中的女鬼将一辈子跟着她 女孩却偏不信 这天另外两个阔太太假好心 给阿英端来生日蛋糕 然而来到房中一看 阿英不在 傅太太朋友却被绑在阳台 即将坠下 两个女人想将人拉上来 怎料阿英悄悄从身后走近 将昔日嘲讽自己的两位贵妇 连同傅太太一同推下 三位阔太太同时死亡 阿英脸色不安 女儿小智却像是女鬼附身 诡异地摸了摸妈妈的头 夸赞妈妈做得很好 不久后的某天 高级社区的儿童游乐园里 女孩又一次摸着妈妈的头 说这次一定会给妈妈找到新的好朋友 嘱咐妈妈不要挑食 偶尔也要吃点垃圾食品 随着女儿的一声令下 阿英松开手中的狗声 流浪狗朝着游乐园内的 又一位富家女跑去 小智装作好心 上前假意帮忙 阿英清楚自己将再次和别家的富太太 成为朋友 住在高级社区的富家女 不会知道 星星排面的塔罗牌 其逆味含义 代表着失望与幻灭 酒店房间里 阿云正准备和一位女生做羞羞的事 阿云长相帅气 个性却木讷迟钝 老实芭娇 女生与气疗人 看出阿云在男女知识方面毫无经验 忍不住当场小出生来 回家路上 阿云脱下粘鞋的衬衫 将衣服存入地下通道的储物柜内 似乎已经将嘲笑自己的女生残忍杀害 第二天 在工作的美发店里 阿云悄悄查看塔罗牌的事意 昨晚 阿云捡到一张塔罗牌 牌面为恋人 该牌意味着收获恋情 不再孤单 因为看手机和对顾客的疏忽 阿云遭到店内前辈的训斥 听闻前辈对自己的私下议论 阿云心下难过 晚上顾客发来消息 抱怨头发被阿云烫坏 阿云及时回复 顾客却故意聊拨 称自己到店里消费 就是冲着阿云去的 可惜 木讷的阿云并不懂该如何与顾客维持关系 朋友找了几个女生到家中聚餐 女生看上阿云的颜值 可惜阿云一开口说话 便暴露了其老实芭蕉的内在 女生失望离去 阿云的心思却在别处 几天前的晚上 阿云来到储物柜打算取回衬衫 一看 衬衫上居然多了搓女人的长发 阿云放心不下 怀疑有人擅自打开自己的储物柜 于是写了张字条留在里面 次日打开发现 字条上又多了促长发 阿云收起长发 在储物柜内留下一个本子 希望神秘人能用本子和自己沟通 果然取出本子后 上面已经写下一段话 令阿云诧异的是 神秘的女人竟声称 自己来自储物柜对面的不同世界 阿云相信女人的话 同样在本子上写下回复的段落 自此 两个跨时空的人开始了神奇的沟通 阿云发现 女人所处的时空 和自己的世界左右相反 是一个镜像的世界 从文字沟通 二人渐渐发展到录音说话 有缘的是神秘的女人和阿云一样 不擅长和人打交道 同样感觉自己遭到孤立 二人因此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相似的境遇令阿云对女人产生恋爱的激动 女人对阿云似乎也有相同的感觉 然而好景不长 最近女人没在录下任何之言骗语 工作上阿云仍被前辈欺负 被顾客刁难 某天阿云不慎弄伤顾客 遭到解雇 孤单了一段时间 阿云再度收到女人在磁带中的录音 对方提议两人见一面 按照女人的说法 午夜十二点 阿云打开储物柜 同一时间 储物柜后方的一扇门被看不见的女人开启 阿云毫不犹豫顺着储物柜爬至对面 和女人说的一样 对面是个左右相反的镜像世界 奇怪的是 无论阿云如何寻找 始终不见神秘女人的踪影 无计可施下 阿云再度打开储物柜 这次她看到了对面的神秘女人 然而女人披头散发 一脸音效 不等阿云反应 便匆忙关闭柜门 至此 阿云被困在了陌生的镜像世界 而来到现实世界的女人 却笑得邪恶 原来 女人曾和阿云是同个世界的人 但某次 女人躲入储物柜内 无意中来到对面的镜像世界 为令自己脱困 女人将长发割断放入储物柜 直到阿云到来 现在 阿云被困 女人找到了代替自己承受镜像世界之人 借此回归现实世界 阿云不会了解 象征爱情的恋人之牌 其逆味含义 是嫉妒与背叛 深夜 长相帅气的小哥正在送外卖 点外卖的是个胖女人 小哥送完本打算直接走人 怎料女人竟然故意诱惑小哥进入屋内 遇见胖女人之前 小哥是当地送餐最多最快的外卖冠军 某个晚上送餐时 小哥意外捡到一张塔罗牌 牌面是女祭司 似乎遇是小哥将有好运上身 第二天 小哥一鼓作气连跑树丹 看来又有希望能连夺本月的送餐王称号 直到来到某栋公寓 开门的是个一看就常年宅家的肥胖女人 拿外卖的同时 女人端来一杯水递给小哥 说是感谢小哥的辛苦 胖女人的语气和眼神 透着说不上来的古怪 可小哥不好意思拒绝 只好将眼前的白水一口闷了 第二次送餐时 女人又递给小哥一只面包 小哥看出女人对自己有意思 于是装作接电话没拿面包 很显然对眼前其貌不扬的胖女人 小哥提不起丝毫兴趣 女人健壮又递给小哥一万韩元的小费 说话时眼中全是娇羞 小哥当然不会和钱过不去 当即收下 女人又说觉得自己和小哥很有缘分 小哥无语地翻白眼 怎料女人紧跟着说道往后的每天自己都会准时下单 让小哥务必记得接单 小哥没有回话 只是闻到女人房中似乎传出阵阵的腥臭味 次日胖女人果真准时准点下了单 小哥接单后送去 这次女人先是给了小费 后又问小哥有没有女朋友 小哥并不想和对方聊任何暧昧话题 小哥毫无兴致 女人却一脸娇羞 说自己愿意为了爱情承受委屈 做出牺牲 还表白称自己就喜欢小哥这种安静的美男 小哥赶紧往返了说 称自己其实很健谈 胖女人一边说着没关系 一边语气暧昧 邀请小哥进屋坐坐 小哥无语透顶 索性丢下外卖 撂下狠话 让女人以后别再接近自己 怎料几天后的晚上 朋友来店 说胖女人每个半小时 就会点一次外卖 拿外卖的时候会奇怪地盯着外卖员 只要见对方不是自己喜欢的小哥 就会要求退餐 这还不算 之后不久 小哥接到公司的电话 说有顾客投诉 他骚扰 小哥极力解释 公司却要公事公办 事情没解决之前 小哥必须暂停送餐 小哥找胖女人质问 女人承认 谁让小哥不理他 小哥拜托对方撤回投诉 女人却禁止丢出一袋垃圾 让小哥帮自己扔 为了守住工作 小哥只好自认倒霉 扔完垃圾回来 却看到自己新买的鞋子 沾上了奇怪的红色枝叶 当时的小哥没多想 后在送餐时 又按女人的要求 第二次扔了垃圾 这次好奇的小哥打开了垃圾袋 却见里面有只血淋淋的肉块 恰好刺热 朋友透露 据说有个外卖员 在送餐途中失踪 小哥起了疑心 按朋友说的方法 鉴定了垃圾袋中的肉块 结果显示 肉上的是人血 小哥怀疑 胖女人杀了外卖同行 当晚便来到女人家中 想要查探情况 女人家的门开着 小哥静止走入 眼前的房间居然浸满血迹 胖女人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昏暗的光线中 女人的身材看上去 似乎纤细苗条了许多 问小哥现在的自己 是不是他的理想型 胖女人顾不得小哥的惊叫 一边说着恋爱就是为彼此牺牲 一边给小哥注射了药剂 小哥哪里知道 塔罗牌上的女祭司 其道过来的意思 是无知与残酷 同样和塔罗牌产生联系的 还有女人志愚 志愚是个单亲妈妈 和年幼的女儿相依为命 陪女儿逛商场时 志愚意外捡到一张塔罗牌 牌面是命运之轮 意为机会与时运 捡到牌的下一秒 应聘的超市便发来消息 称志愚通过考核 顺利成为超市的收银员 志愚很高兴 晚上给女儿讲起了童话故事 听完故事后 女儿提起一个叫莉莉的伙伴 每次妈妈不在家 莉莉都会陪自己玩 还说莉莉是从衣柜里进来的 志愚打开衣柜 看到里面只有衣物 于是猜测 莉莉可能是女儿幻想出来的玩伴 和母亲说起此事时 志愚满心的欣喜 觉得女儿想象力丰富 将来可能成为 像杰克罗林那样的小说家 第二天 志愚来到超市见负责人 对方要求她 后天圣诞节来上班 上班前的晚上 志愚嘱咐女儿 千万别给陌生人开门 四日上班休息期间 志愚给独自在家的女儿打去电话 女儿说 圣诞老人从窗户进来 送给自己礼物 志愚一看女儿收到的礼物 居然是只双眼发红的恐怖玩偶 志愚心下担心 怀疑有坏人进了家里 于是不顾工作 给母亲打去电话 想让母亲去家里看看 无奈电话迟迟无法接通 无奈之下 志愚联系了前夫 和前夫在国外潇洒 似乎根本不担心一个人在家的女儿 志愚气呼呼地咒骂前夫 此时女儿打来视频 视频里 女儿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 给妈妈跳舞 志愚起先很高兴 直到注意到 女儿的视频镜头 居然在不停后拉 很显然 房间里还有其他人 志愚焦急地询问女儿 怎料视频忽然挂断 出于担心 志愚不惜被扣工资 也要请假 负责人却掏出一盒被藏在收银台下的玩偶 认为志愚偷了超市的东西 事实的确如此 几小时前 顾客在结账时不慎落下玩偶 玩偶恰好是女儿想要的 志愚买不起 于是偷偷藏了起来 打算回家送给女儿 好在监控无法证实志愚偷窃 负责人只好作罢 志愚匆匆下班赶回家 可家里女儿不见踪影 志愚以为女儿在玩捉迷藏游戏 于是在房间里私下寻找 想到女儿的幻想好有利利 志愚犹豫着打开衣柜 瞬间志愚吓了一跳 衣柜里没有女儿 只有一张画着小女孩和恶魔的骇人画作 志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于是在房子里疯了似的 不停寻找女儿的身影 直到来到客厅 客厅摆满圣诞节的装饰 地上是一套女孩穿的圣诞老人衣服 那是试材视频里女儿的打扮 志愚拾紧衣服 却见衣服下是自己常给女儿讲故事的童话书 读到童话的那一刻 志愚仿佛记起被自己刻意遗忘的痛苦 事实上 我给女儿的号码根本不存在 每当志愚说起女儿之事 母亲和前夫总是劝她放下别再提起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志愚恍然 原来女儿早就去世 原来和女儿有关的画面全是自己的想象 志愚尚且不知 命运之轮的逆味含义是失去与不幸 晚上在宾馆胖子也捡到一张塔罗牌 牌面是语者 意为冒险与新鲜 眼下胖子打算和女郎在宾馆寻欢 却在电话里欺骗妻子 说自己正和同事聚餐 但因妻子的催促 胖子无心激情 只想赶紧回家 女郎危险 要是胖子现在离开 自己就给其妻女打电话 胖子心里烦躁 以便按着圆珠笔 以便安抚女郎 不久后便离开宾馆 打了辆出租 车上 胖子又一次欺骗电话那头的妻子 说自己因为聚餐耽误了时间 同为男人 司机一眼看穿 知道胖子正在搞外遇 胖子没有答话 只是将手机放在前座充电 同时胖子注意到 司机放在后座的包 鬼使神拆下 偷偷翻出包里的驾驶证 结果看到 正上的照片 根本不是眼前的司机 证件的背面 还有一滩血字 胖子怀疑 司机可能杀了真正的车主 注意到胖子的举动 司机解释 这辆车是自己借来的 绝对不是杀人后盗用的黑车 但很快胖子又发现 司机开车的方向 并不是自己回家的路线 司机又一次解释 说自己有点要紧 是需要临时处理 让胖子稍等片刻 只见司机将车驶入一片 无人的树林 还在电话里说起放血 购买肝脏等事 这下胖子确定了心中的怀疑 胖子想要带上手机赶紧离开 怎料却发现 手机压根没冲上点 司机还在喋喋不休 说自己正在等候交易的人 为防止落入杀人魔之手 胖子决定先发制人 利用手中的圆珠笔杀死司机 不巧的是 车轮陷入沙地里 司机的手机收到短信 交易者将于五分钟内抵达 情急之下 胖子只好伪装成司机 等交易者抵达后 胖子先让对方帮自己 将车子从沙地中推了上来 紧跟着打开车门 让交易者看到里面被杀死的司机 目睹尸体 两位交易者面露惊讶 紧跟着让胖子打开后备箱 后备箱里是只鹿的尸体 看到这一幕 胖子恍然 原来司机在电话里说的放血和肝脏 指的是杀鹿而不是杀人 两位交易者就此看穿 胖子的伪装身份 意识到其杀了人 于是趁搬鹿的时机 二人试图制服胖子 怎料胖子凶狠异常 竟反手将两人杀死 最后纵火毁尸灭迹 回家路上胖子被一名警察抓住带上车 就在刚刚 警方在宾馆内发现女郎的尸体 原来是才在宾馆 女郎威胁说自己知道胖子妻子的号码 随后当着胖子的面给妻子打去电话 为隐瞒外遇秘密 胖子用圆珠笔杀死女郎 然而杀人后 胖子才发现 女郎只是随便打了个号码 此刻在车上面对警方的讯问 胖子只说自己是自卫杀人 警察并不信胖子的说辞 胖子也无心继续周旋 而是又一次掏出圆珠笔 杀死警察后 胖子给妻子打去电话 解释自己这么晚还在外面的原因 妻子并未多想 嘱咐胖子早点回家 胖子继而教导 在学校打架的女儿 要学会先下手为强 这是她的人生哲学 讲完电话 胖子将身上的塔罗牌扔到一旁 事实上象征冒险的语者 还有她的逆味含义 指的是轻率与误判 恰好对应了胖子今晚的遭遇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